Hello,大家好,我是Adrian 欢迎回到加拿大ADM新闻周报 时间过得非常快 我们又到了第二次的1月份的双周报 那我们这一次主要是要来讨论一下 加拿大在疫情期间的一些政府的实施做法 那包含了安大六省实施了居家令 然后加拿大政府也提供了一个疫情期间 它新移民的重点 那第三个呢是留学移民 我们还有替大家再整理出一些最新最新的资讯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期的新闻周报 OK,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则新闻 那第一则新闻呢 说的是多伦多本周将遇上入冬以来最寒冷的天气 OK,根据天气预测 南安大六省周末将会转为严寒、垂墙风以及降雪 那在预期的部分地区呢 降雪量可能会高达20公分之高 那本周多伦多的天气将持续地下降 低至零下10度为本季首件哦 所以要特别特别注意这个保暖哦 那出门在外记得一定要多加几件衣服 好,那再来第二则新闻呢 是安大六省实施了居家令 也就是stay at home 待在家里 那安大六省呢 省政府在1月12号宣布了一项 这个待在家里的命令哦 该命令是在1月14号礼拜四的时候 上午12点01分开始生效直到2月10号 那安省政府是这么说的 该命令呢 所以要求所有人都必须留在家中 除非是必要的目的 例如说你要去杂货啦 买东西啦 买一些食品药房 获取一些医保的服务 运动或做必须要的工作 你才能外出 OK 所以没事 其实尽量多在家里 OK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到底什么是实施居家命令之后 什么时候可以出门呢 第一个什么是必要的外出 OK 包含了取得你的食物 医疗服务 也就是你要去拿药啦 或是运动 工作 当某人的工作 无法在家里完成的时候 则属于必要的外出 第二呢 一天内外出的次数 时间有限制吗 其实是没有限制的 但所有的出行都应视为必须 尽可能花最少的时间在外 OK 那要尽量的赶快回家 那第三个呢 可以出门运动 包括了遛狗 跑步 或在公共溜冰场 滑冰 不可以学车 然后呢 短期度假 去个人的度假屋或第二居所 好 那这个是一个蛮好玩的一个新闻哦 猫咪也要有居家力吗 在加拿大绝大多数的城市当中 家猫是可以在家里附近随意行走 而不受到任何监管 不过呢 卑斯省呢 在这个列文之市 市政府 现在正在考虑对猫进行更严格的管控 那市议会委员会呢 与爱护动物协会提出 猫生来就有牙齿 这个爪子 然后猎杀野生动物是猫的基因 但人们不能让他们在外面为所欲为 肆无忌惮的活动 这种行为是不正确的 所以该城市在1月的市议会投票中 决定推动这个禁止 让猫在外面四处游荡的这个复利 并在2月全面进行这个投票 好 那这个我们在上一期 有这个有奖争达活动 那我们的幸运得主也出炉了 那欢迎到我们的FB官网上面 有这个得主的名字 那如果你们是获得这个星巴克礼券 或者是250元台币的 要赶快跟我们做联系哦 那我们来看看大家为什么想要来加拿大留学呢 我在加拿大留学 因为我想要学好英文 其实我相信这是每一个人到加拿大 最主要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哦 那第二个呢 是我想去加拿大留学 因为加拿大人 仅皆优美 其实是真的 加拿大其实是相当相当漂亮 在西岸呢 我们有这个 在西岸我们也有洛基山脉 然后我们可以去看路易斯湖 这个班福国家公园 文庚华也是相当漂亮的 然后在西北的地方 还有这个极光可以看 那在东岸呢 我们知道的有海洋四神啊 然后魁北克省 安大略省的这个 尼加拉瓦瀑布 我们都可以去看 然后我们还有最东岸的爱德华王子岛省 都是相当相当漂亮 人呢也是相当和蔼可亲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讲得很不错 再来呢 第三个 我想去加拿大留学 我想要蜂糖吃到饱 的确在加拿大有相当多的蜂糖 其实蜂糖对身体也是相当好 根据医学报道来说呢 第二期的糖尿病患者 其实是可以吃蜂糖的哦 好那最后一个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就是每个人 将近有30%的人都是这样回答 我想去加拿大留学 因为我就是想去 没错 不管你有什么原因 加拿大ADM都会在加拿大 等着各位的到来哦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呢 的一些服务项目 那其实很多朋友 都是因为做签证 然后才认识到我们家 我们加拿大ADM 那我们持续都有在为大家做这个签证的办理服务 不管你是要研签啦 或者是你要这个办理移民啊 申请学校啊 或续留加拿大 相信我们加拿大ADM 加拿大ADM呢 各国专业的顾问都会在线上为你服务 而且呢我们有加拿大的这个持牌签证移民顾问 让你办签证是安心有保这样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加拿大政府公布的一期 这个新移民的一些重点 因为其实我们公司在移民项目是相当专业的 所以我们每一期的新闻当中 都会特别提到一些新移民的重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期 我们要说什么呢 加拿大的总理杜多在1月16号 向移民部长签发了一个新的补充的移民任务授权书 这个授权书呢强调的是 移民人将是加拿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 并纳入了应对COVID-19危机的一个新目标哦 那授权书的这个基本内容呢 它主要是在说在疫情期间 加拿大将继续尽其最大的能力来运作一些移民的系统 以便在疫情过后 加拿大可以利用新移民的技能 还有才能来支持加拿大的经济健康发展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新的移民任务授权书 它的重点内容包括 第一点通过扩大试点项目来协助难民 支持经济类移民获得永久居留证 那此外呢还将加快了家庭团聚的移民 那第二点呢是向长期在护理院啊 医疗设施当中或者在疫情期间提供过 卫生保健服务的人员提供这个永久居留 那第三点呢将确定临时外劳的其他永久居留的途径 那第四点呢是保护这个疫受COVID-19侵害的工人 并确认呢他们工人能够满足这个农业或者是食品加工业的劳动力需求 那最后一点呢为新移民提供这个定居支持 包括呢法语的训练哦 所以其实在这一次的授权书当中呢 是更确认呢加拿大在未来移民上它是越来越有保障 而且也是会越来越容易的哦 好那最后最后呢一样我们还是有这个打工游学学费五折 学费五折适用于2021年全年度的开课哦 那在二月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有新的活动 线上活动会即将要推出 那如果你是在未来想要去读college公立学院的话呢 记得也要来找我们加拿大ADM 我们现在呢报名费只有你是线上 看这个新闻的呢才有免注册费的活动哦 所以记得记得记得不要忘记订阅我们 追踪我们加拿大ADM 我们有Facebook 我们有IG 还有我们官网上也是有相当相当多的资讯 如果你想要看我们更多影片的话 在YouTube上也是有的哦 好那这一周的这个新闻快报就到这里啦 各位再见啦 拜拜